《甄妃》 廣州道台的兩個女兒中 光瑟喜歡甄妃 她的姐姐過於胖胖 亦不聰明 所以不可以討得光瑟的歡心 光瑟對於這個肥姐姐 就好像對待王后一樣 比較冷淡 而将真妃作为她的重妃 是什么决定了这个不幸的小女子的命运 一种奇异的妒忌 老佛爷对真妃的妒忌 这种妒忌除了用老佛爷对光水的憎恨去说明之外 很难有其他解释了 这种憎恨开始于持安活着的日子 那个时候小光水经常去到东宫皇后 寻找在她母后这里得不到的理解 现在光水背叛了她的皇姨妈 而李连英又在挑唆 企图令到老佛爷相信真妃对皇帝产生了坏影响 一则因为她聪明美丽 二则她总是劝赖皇上去做她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这次皇帝企图暗杀她的皇姨妈 直接责任就落到真妃身上了 不幸的皇帝 不幸的真妃 他们不可以再见面了 除了唯一的那一次 关于那次见面 我们将会在相应的地方再说 或者除了她的肥姐姐之外 光水就是活着的人之间 唯一一个真正关心真妃的人了 真妃也是光水唯一的资深朋友 现在这两个朋友被永远分开了 我可以想象到这个皇宫里面 不幸的小美人的情况 孤零零的 除了必要的侍女和太监之外 一个人在窗口盼望她那个永远不会来的朋友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禁闭 她肯定是受着极大的痛苦 送她给她的食物 有很多次她碰都不碰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食物无味 难以吞下 而送那些食物来的手 都是那些她不喜欢的人的手 经常是送得这么急速 似乎是不可以专手的骯髒东西 她们提供的食物 只是为了不让她饿死 以逃避对她的莫须有罪名的惩罚 通过她祈宝上面的窟窿 可以见到她苍白 没有光泽的肌肉 她的面是苍白的 那种真正快乐的小女孩面上的红润 在她面上再不会出现了 一个不幸的妇女 两手捉着牢房高高的窗户上的铁栏 向外张望 向另一边牢房张望 那里的囚徒她见不到 但是她知道那个囚徒在那里 或者那边的囚徒 正在那里向着一个地方看着 在这个地方 这个女囚徒静默默地等待着 等待着她那个不会来的皇帝 她的主子 悲伤的眼睛 陷在一张永远没有笑容的面上 一只龙中鸟 龙子小到好像小小没办法用她的嘴 整理一下翅膀上的羽毛 龙里面的阴暗压抑了小小的歌声 又是一个埋葬希望的坟墓 一顿又一顿的饭菜送来 原封不动地留在盆子里面 苍白的念贴在窗户上 当过路的太监见到这张念 而且对她嘲笑的时候 这张念就缩回来 当真妃的心因为朋友们 至少有一个朋友 不来探望她这个被囚禁的人 而感到极度痛苦的时候 这张念就急忙地缩回来 一个雕残的羽毛头色 因为从来没有被她换过一个新的 一件穿得太久 而破烂不堪的衣服 夜晚是多么可怕 苍白的面已在窗户 仍视着月亮 她向来被认为是可以理解人间的痛苦的 朋友们 情侣们 以及恋人们的痛苦 但是她对于这个贵族女子的痛苦 就显得如此冷漠 属于她的 是一间只有叹息 伤心 和永远悲哀的囚室 随着月亮的流逝 这个房间的墙 似乎都在向着这个 即将被病魔毁灭的药女子身上击来 四棚墙一起击来 好像是在安慰她 令到她从痛苦中 永远解脱出来 难怪那些人说 一到夜晚 真妃的灵魂 仍然在她被囚禁的地方飘荡 在那个阴暗的庭院中的那口井旁边飘荡 那口井是 当夜幕降临 月光照进她那个黑房子 在地面上 画出一片银白色的亮斑 上面交叉地映出铁蓝山的阴影的时候 在那里可以经常听到她的污烟声 好像真妃的手 要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进行报复 除了她应该得到的同情之外 我没有故意圈掩以激起人对真妃的同情 我也不是想通过罪述她的悲惨命运 来说明老佛爷的残忍 因为我爱老佛爷 也都得到她的宠爱 我只是企图实事求是这样将这个故事说出来 是好是坏都客观地说 如果不是这样 那些人就不会在老佛爷身上见到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习惯和传统地塑造出来 穿着黄袍 披着海甲 套着铁手套的历史人物的素杖 所以我要求那些人同情真妃 是因为她有高贵的品质 当宫廷里所有的人都憎恨光粹 连最小的太监都敢于背地里 甚至公开地嘲笑她的时候 真妃就敢于爱她 为了维护她的忠诚而去坐牢 直至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好像梅姑娘一样那么签约 雅致 美貌的贵族小女子 就是这个命运悲惨的真妃 她竟敢于爱老佛爷所憎恨的皇帝